晚上好,8月2021年8月15号,礼拜日晚上 今天做这视频很快,很简单 就是,现在有人说查出什么张文宏复旦大学 一个学术的论文造假或者涉嫌 我不是什么预言家 我只是他妈的经常都说对 今天我也是在这里表个态 我是徐晓冬 就是张文宏医生,不管他造为造假 有可能他有什么经济问题 生活问题,这问题那问题 重申一遍,我支持他 因为他替老百姓良心说话 在疫情期间,不像某些带狗链的一种奴才 溜须拍马,胡说八道 张文宏医生为老百姓委婉地说实话 他说的话非常委婉了 谁都不敢得罪 已经到了一个 可以说他是一个医生 到了一个说话艺术家的地步 就是照顾上照顾下,不能偏,所谓不能偏有 他很不容易了 他最后所说的 疫情防控 现在是行政策断干预 看看能不能以后 其他国家都是免疫 那么咱们这种的经济手段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或者可能落伍,或者可能落后 我完全赞同他的这种说法 他非常非常的委婉 张文宏是上海的 上海人民的英雄 是抗议的英雄 他是真正的专家 是为人民说话的专家 我今天的视频 我无法证明张文宏在学术上正没作假 这个领域我不懂 我不能胡说 我只知道在疫情期间 从2019年年底那会儿 我就知道他一直到2020年到2021年 我认为他一直委婉的说实话 没有臭不要脸的说假话 没有像某些狗似的带着狗链说假话 我非常非常的尊敬和喜欢和赞同 张文宏医生 在新冠疫情期间 对中国老百姓防疫的贡献 对政府防疫的贡献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人害他 没关系 因为我这个方面我不惊讶 因为复旦大学已经是狗屎大学了 在那里产生出那么多狗屎的教授 你们也知道是谁 能出几个说人话的好的医生不容易了 所以复旦的事我都不提了 现在是狗屎一堆 我就明确说我没有 我不是预言家 我不知道张文宏老师 他生活上有没有不好的作风 收入上经济上有没有不好的事 政治上有没有不好的事 我就知道冯毅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人事 尽职尽责 做了一个人民医生应该做的事 不像某些带狗链的医生 所以张文宏老师 不管是压是被嫖娼了 还是经上什么问题 还是剽窃了哪些的医疗成果 我再说一遍 我自己打脸我都认了 我自己把自己骂了 真查出他这些作风问题了 我也认了 再对于新冠防疫 为中国人服务 张文宏老师 医生 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人事 我支持他 他其他那些作风什么 我都无所谓 我就只一贯的支持他 我不想说那些废话 大话 那些煽动人的狗屁话 如果你真正是一个中国人 开眼的 你都应该支持张文宏这种医生 再说一遍 其他他任何做的都不对这个 有多少小三挣多少钱 无所谓 防疫 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人事 一直为中国人民说的实话 他不容易了 他很多实话都不敢说了 他委婉地说出来 但是他没有像某些狗屎医生 带着狗链的狗屎奴才一样 说一些假话 什么狗屁的重要的假话 感谢张文宏医生 最后重申 我支持他 不管他被诬告成什么样的帽子 哪怕这些事都是真的 就一点 我就认他 因为他防疫 为老百姓说实话 今天没有任何广告 今天就是我表态 我不管在这儿 在海外 在国内的那些 是不是我网 粉丝 或者骂我的 恨我的 无所谓 你们要记住了 支持我的 恨我的 骂我的 无所谓 张文宏老师 医生 为中国人民 做实事 说了真话 咱们应该感谢他 不管你是支持我的 还是骂我的 无所谓 我今天 对不起 不说了 就这点B事 张文宏 医生 我支持你 因为你是个合格的 是个人的医生 不是带狗链的奴仔 毕民万罪